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八百六十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不过尺子不是搭在桌子边缘 而是搭在宗泽的手指上面 看着宗泽手指上摇摇欲坠 却偏偏掉不下来的尺子和锤子 教室中静了下来 前面国子监生们都是在炒韩刚的用心 但亲眼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实物 世人都会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既然韩淑密摆下了阵势 肯定是想要太子去找人答案的 也不知王平章和博纯先生 对此能给出什么样的说法 宗泽说着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了出来 菜变的手一沉 这正是他现在所忧虑的 韩刚的教学 明摆着是针对王安石和陈豪两个人的课程 如果两家避而不论 到时候皇帝怎么想 皇后又会怎么想 向皇后正茫茫然 与陪她说话的蜀国公主一样的表情 韩刚第一天上课所出的题目 让他们都是一头雾水 韩刚所出的题肯定是有其深意在 只是让人想不通 而明面上的答案也同样让人难以计算 从一加到一百的那题倒好说 应该是为了磨六哥的性子 向皇后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对蜀国公主在说话 六哥从小就聪明 上了学之后 什么都是一学就会 聪明外露 不见得是好事 懂得收敛才好 若能磨一下性子 倒也不坏 六哥可比我家的大哥聪明多了 说不定一下就算出来了 那可不容易 一步步地加上去 整整一百步 中间错一点可就全错了 六哥有时也会犯迷糊 昨天背论语 背着背着就跳了句 说的也是 这一题不要聪明 只要小心 向皇后点了点头又说道 可那锤子 尺子就像戏法一样的 让人完全看不懂了 蜀国公主也不懂 不加锤子 尺子都肯定会掉下来 把锤子系上去 反而不掉了 要说是戏法 可不论谁来做 都是一样的结果 而且韩刚还不在场 哪家变戏法的 能这么变呢 宋永辰回来一说 再亲手一摆 在宫里问谁都摇头 不过韩淑密特意说 可以问人 王平章 成修传 与韩淑密同在资善堂 据说又在争什么道统 说不定就是韩淑密 在给王平章和韩修传 下战书呢 那这一题 可就做不出来了 地位丢一边 品性也不论 只说学问 王安石和成豪 可都是文明天下的大辱 韩刚拿了下战书的题目 宫里面可真找不到人来做 就是朝中 也不一定有人有这个能耐 向皇后不多想了 只等着结果来 也就再等两天而已 若能将王安石和成豪问到 那也不坏 这也就能让人知道 谁才最合适当太子师 至于最后棋盘上放麦粒的那一题 向皇后倒是多想了一阵 最后麦粒的数目应该很多 所以张纯审阔才不赌 两个人都是高材博学 不会上当 说不好可能会有几百担 但他总觉得 似乎又没有那么简单 向皇后很喜欢下棋 只是大概因为很少输的缘故 其实水平并不高 他也有自觉 毕竟没有什么人敢赢他的菜头 不过这并不影响 他对向戏 或者说向棋的兴趣 韩刚奇异也不高 他曾在网椅那里听过几句 奇异不高的韩刚 能让张纯审阔不敢赌 那输掉的结果肯定是赔不起 甚至可能是赔的太多 不敢冒风险 也有可能是韩淑密虚张声势 故意宽人吗 蜀国公主猜着 麦子做彩头 比起几百上千罐来 实在是不值什么 反而让人心中生疑 一粒两粒麦子 就算每一格翻一倍 倒了六十四格 也肯定多不到哪里去 比起韩刚给的彩头 实在是差得太远 让张纯审阔心中生疑 不敢贸然去赌 就像开中前那样 相皇后问道 有点像 蜀国公主道 逢年过节 规格中独彩头 相皇后和蜀国公主 各自年幼的时候 也没少玩过 也知道上了赌桌 就算心中再没底 也要装出一副 胸有成竹的样子 有时候吵吵嚷嚷 最闹腾的 反而是最心虚的 不过相皇后觉得 韩刚不会这么简单 虚张声势的手段 毕竟不登大雅之堂 不应该拿来 当作太子的课程 我已经交代 让宋永辰去找人 数卖粒了 看看到底有多少 应该快了 相皇后说道 宋永辰回来的 比想象中要晚不少 相皇后已经等得 有些不耐烦 处着没问 一盒到底有多少 宋永辰欠了欠身 袖口抖着 抖出了一些麦粒 并胜人 一盒就有五万粒之多 宋永辰当真让人 去拿了一盒小麦数数 也不止一个 七八人 各自数各自的 整整数了一天 报上来的数字 却乱得很 从一万到十万都有 看着就知道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用心 但要复查一下 时间又不够 不过 他也不敢说 自己找的人不靠谱 折中一下 报了个五万 幸好 相皇后和蜀国公主 都没有怀疑 十盒一斗 十斗一袋 一袋麦子 不就有五百万了 蜀国公主 轻轻砸着舌 对相皇后笑道 看来张淑密和沈阔 真的是被韩淑密 给唬住了 要一袋粮食 当真能有五百万粒麦 六十四个格子上 每格都能分上近十万 就算按韩刚所说的 放麦粒 放的后面 放的越多 可一开始才一粒 两粒 四粒 八粒 可是不知为什么 相皇后还是觉得 没有那么简单 再等等 刘维俭的消息 鼠麦子有宋永辰 但计算棋盘上 要放多少卖力的差事 相皇后就让刘维俭去算了 刘维俭现在在管左藏库 精通前谷之术 不过刘维俭 刘维俭回来的比宋永辰还要晚 怎么这么吃 并上人 奴婢早前算过一遍之后 觉得结果废一所思 心到多半是算错了 就去了斯天坚 让斯天坚帮忙 谁知道 斯天坚当值的东宫正算了一遍 却跟奴婢算的一模一样 斯天坚虽人浮于世 水平又差的可以 但基本功还是有那么一点的 要不然刘维俭也不会去找他们 匪夷所思 相皇后瞅一瞅一旁的棋盘 问刘维俭 填满棋盘到底要放多少卖力呀 刘维俭从袖中掏出一卷纸 展开来照着念 祈禀上人 到了二十八格的时候 就超过一亿了 一亿三千四百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 再往后二十七格 到五十五格 就是一亿三千四百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点 一亿三千四百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倍 而到了最后第六十四格 更是第五十五格的五百一十二倍 九百二十三兆有三千三百七十二万零三百六十八亿 有五千四百七十七万五千八百零八 这还只是一个格子 若是将棋盘上六十四格全部都加起来 是第六十四格的两倍去一 一千八百四十四兆 有六千七百四十四万零七百三十七亿 有九百五十五万 一千六百一十五 蜀国公主完全正住了 刘简围绕口另弯的数字 她听着就糊涂了 可再糊涂 也知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一亿三千多万的 一亿三千多万的 五百一十二倍 还要再乘二 减一 就是六十四个格子而已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 向皇后也整整愣了半天 最后惊讶失色 这么多 就一个六十四格的棋盘 还没有算中间的储和汉戒呢 朝廷每年几千万贯蛋 皮两的收入 都对称钱的话 和几百万万钱 在向皇后看来 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大数目了 可这个数字 跟棋盘上的卖力比起来 确实差了一亿倍 一旦小麦五百万粒 这到底有多少蛋 刘伟俭粗粗的算了一下 三万亿蛋还多 向皇后更觉得恍惚了 够吃多少年的 天下人口一亿多 一人一年吃四蛋 也不过四五亿蛋吧 少说六七千年吧 刘伟俭也不知道 这样算对不对 反正再怎么 都不会少于一千年 向皇后又是挣了好半天 方回过神 对蜀国公主苦笑道 哎 难怪张淑蜜和那沈阔 不肯跟韩淑蜜做赌 就是官家 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蜀国公主也是苦笑道 几百亿千罐 对万亿蛋粮食 韩淑蜜真真是太会戏弄人了 张淑和沈阔能一眼就看破 论起材质其实也不差了 肯定是让人望尘莫及 向皇后点头说着 不管怎么说 这是比直接上表推荐 要委婉得多 赵须靠坐在一张躺椅上 让大将配合身形打造的木制躺椅 赵须躺在上面 就像嵌进去一般 使得贪软的身子 不至于左右歪倒 至少能与他的儿子面对面 六个 一百 一百多少 赵须在沙盘上画出的字 断断续续 但赵雍站在福宁殿里 就是在说韩刚所出的题目 杨简也不会误会 赵须想说的话 他向赵雍转述着 殿下 官家是在问 韩书密出的那一加到一百的题 最后算出来是多少 五千零五十 赵雍说话时有些不好意思 他自下课之后 用了一个多时辰算了两遍 但答案并不一样 赵雍本来想再算第三遍 宋永辰劝他 韩书密说了 可以向别人询问 可赵雍只记得 韩先生指的是棋盘上放麦粒和尺子锤子的两道题可以问人 一加到一百 是要让他自己算的 前一道题他问了母后 后一道题他过来问父皇 最后一题 赵雍还是坚持自己做 因为母后让他听韩先生的话 父皇也让他听韩先生的话 不过方才在半路上 刘维简追了上来 告诉他还有简单的办法 让他一加一百二加九十九 一直到五十加五十 赵雍很快就想明白了 总共是五十个一百零一 拿着笔算了一下 正好是五千零五十 跟前面第一次一步一步加起来的结果相同 刘维简并没有告诉他答案 可是如果刘维简不说 赵雍根本想不到 还有这么简单的计算方法 赵雍不知道这该怎么算 算自己的还是别人帮忙 小孩子心里有些别扭 对否赵雍写道 方才奴婢让人去算了 六人里面有四人报的是五千零五十 太子算得应当没错 杨检低声回话 顺手抹平了沙盘 赵雍眨了眨眼 抬手又开始写字 此时门外工人入内禀报 官家苏学士到了 苏宋是汉林士学读士 乃是经研官 为赵雍讲习经史 他在朝中是有名的博学 跟韩刚来往久了 也被视为弃学一脉 苏宋被召进宫来 具体是什么事 他已经提前知道了 其理在于重心 苏宋回答天子的询问 韩刚在贵窗丛弹中 说过重心的问题 曾经拿尺子 木板 盒子 和捕醉仙 来说明什么是重心 重心向下的牵锤线 没有移出底面 盒子就不会翻倒 木板的重心 如果落到了桌面外 就会掉到地上 坐在椅子上 手不用力的情况下 身子不向前倾 就站不起来 想要起身 重心必须要移到脚上 苏宋亲手做过实验 结果的确如此 重心的原理 完美地解释了大帝 为什么要下宽上窄的缘故 而空车空船 为什么容易负轻 相扑往往是 个子矮壮的人 是赢家 苏宋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 从头到尾 详详细地向赵徐赵雍 这对父子做了解释 并且还画了图 又做了几个小实验 苏宋的教导 浅进一动 唐听的杨简 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原来道理 就是这么简单 尺子挂了锤子之后 所以掉不下去 就是因为这一整套系统 这是苏宋用的生辟词汇 重心位于桌子下 位于桌面的投影内 这个词同样的生辟 但解释了就很容易理解 其实就等于是放在桌子上 单一的尺子之所以会掉下去 则是因为重心在桌面外 且受力不平衡的缘故 重心 杨简在心中默念着 也看见天子在沙盘上写着 现在想想 韩淑蜜想要说的 就是这两个字吧 想不到 小小的尺子和锤子之中 就蕴含了这么多的道理 把握到了重心 看似匪夷所思的事 其实也很平常 关键就是要抓住其中的道理 伊尹对商汤说 至大国如烹小仙 毛传曰 烹鱼繁则碎 至民繁则散 至烹鱼则知至民 烹小鱼不去场不去林 不敢挠恐其迷野 淮南子韩非子也都有提及 刚才您听到的是 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第860集 欢迎继续收听 《载职天下》第861集